地產市道近年暢旺,當中商店的價格也升值不少 一向搞開生意買賣,教養創業的成會商機 也都轉型加入地鋪的投資行列 究竟公司創辦人李姜興Edwin參透了什麼業縣機 加入成為鋪位的投資者呢? 由於供應有限,需求永遠也在 之餘不會有一手發展商推倒的市場 所以為什麼商店有投資潛力? 所以現在這一刻競爭反而大大減少 價格又不是太高的情況下 絕對現在這一刻是可以考慮入市的時候 如果自己能力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覺得是撈底的,那就不要薄了 如果心動動想學投資商店 Edwin就有以下建議 我想投資商店的人初學 我有三個建議 第一,首先要了解市場 儘管聯絡多些地產經紀 在市場上走多些街道 看多些不同的店舖 第二,儘管了解多些整體上 整個經濟環境大圍的發展 可能高鐵站在哪裡 地鐵在哪裡開 整體上的新的商業城在哪裡發展 你知道整體的發展的話 人口有所變化就會在商機店出來了 所以大圍的發展要知道 三,我經常叮捉人的就是 不要說做什麼 不如說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做什麼就是 不要買湯舖 不要買商場舖 不要想著節省幾百萬的時候 就有個商場湯出來買 十個買這些店舖 通常常見來說九個半都會死 開始投資的時候 究竟哪些區域的店舖 投資回報會比較好? Edwin就走到街上 和大家實地上課 我想一般來說 投資店舖 你可以分成九格 就是一二三線區 以及一二三線的街道 區份的時候 一線區份就可能中環 尖沙咀、銅鑼灣、旺角 這些就是傳統一線的街道 那個街道的話 亦都分一二三線的街道 可能主要的街道 王校大到中的 這些主要的街道的話 一般的回報就比較低一點 可能零點幾厘 最多都是一厘半 最多兩厘左右 但如果去到比較二三線的街道 二三線區份的話 回報就會上升了 去到大概兩厘半 三厘左右 可能是左敦、灣仔這些地區 再下一級的時候 真是比較民生的地段 深水埗、長沙環、葵涌 這些地方 就真是三線的位 三線區份的話 一般的回報就大大提升 去到四、五厘 但當然他們升值的潛力 就會遠遠差很多 難得走到街頭 Edwin可不可以說一下 怎樣為止一間美舖 又有沒有什麼選舖 心法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買舖呢 你要留意我想三大事項 一就是本身的舖型 二人流 三就是車流 為甚麼這樣看呢 一舖型的時候 門面究竟是闊、窄、樓 到底是高還是矮 前面有沒有閃篷呢 有閃篷可能是值錢 沒有閃篷可以停留到人 二就是那個人流 人的時候 如果在斜路 很多時候未必能夠停得到 但如果在燈位面前 人就會停下了 十字路口的話 那些人也會停下 比較聚人 三就是看回車流的話 一般如果車流向這邊 轉右的話 這邊的舖 左手邊的舖 會值錢過右手邊的舖 因為視覺上廣告效應 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三方面都要留意 要留意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看前面的舖 有沒有欄杆 一般來說 有欄杆是沒有那麼值錢的 但如果你做一些 小朋友的生意 教育的行業 有欄杆也好 因為家長會覺得安全一點 但如果做零售的生意的話 如果前面沒有欄杆 又能夠停車 不是雙黃線的話 店舖馬上就值錢一點 另外 另一件事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太陽 如果太陽 如果本身是西斜 斜著你的店舖的話 你留意這些店舖 通常轉手快一點 原因是因為他們冷氣費 又貴一點 請人又難一點 因為每天在那裡曬著 和貨品一路曬著 都會受損 看完Edwin的介紹 是不是已經對投資鋪位 有初步認識呢 但是投資始終不同買泡菜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為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